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执政的最后几年 秦穆宫终于改变了东晋战略 转而向西 兼并西戎二十国 开疆拓土 为四百年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 齐魂宫之后 历史终于选择了晋文宫崇尔为中原霸主 此时此刻 最痛苦的 莫过于曾先后辅佐过晋国三代君主的秦穆宫了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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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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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奏国君,晋侯派遣使者送来了国书 又是从而将他一个拳头大的小国画入我秦国的版图了吧 那只不过是他牙缝里的一根肉汁而已 因为郑国在城府之战中站在了楚国的一边 从而依据秦军盟约邀请国君,率领大军同他一同去征讨郑国 二位大夫以为如何呀 臣只有一句话 维护秦军之好 任贫崇尔在大河之东叱咤风云 我们可以在大河之西默默耕耘 秦国当务之急不在于东晋称霸 而在于统一熄荣 崇尔共同讨伐郑国的邀请 就退说国军深染小病 委派一位偏将带上一点军队 去应付一下 不 好 寡人要亲率强师 与崇尔联手 攻伐郑国 崇尔真行啊 他把咱们郑国夹在晋楚两国中间 气都不让咱们喘了 现在他又大老远地叫来了秦国和咱们作对 真后悔 当初没有听你的 要是趁他还是逃亡公子时 就把他杀了 怎么会有今天这个麻烦呢 其实秦伯想出兵帮着靖国 那是因为咱们是靖国的东林囊 他想在这儿弄上地盘 好在崇尔的身边插上一把利剑 照你这么说 所谓秦进之好 是假的了 在一起打别人的时候 是真的 在彼此争地盘的时候 那就是假的了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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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朱伍答应到秦伯那耍醉皮子了吗 没有 国之江王他还推三堵次 他才敢违抗寡人之命 我就杀了他 不不不 国君息怒 在此佣人之际 万万不可操之过急啊 现在 现在 郑国上下 能说过秦武功退兵的 就只有朱武老大夫一人了 好 国君召见 朱武大夫 老大夫已经禁止了吧 秦国大军已经逼近国都 国家将王了 以前到这儿 到现在 整整十八年了 禁侯秦帅大军已经拿下韩陵 秦伯勇 这个宫殿已经是三重了 跟中天子住的差不多 这么好的宫殿 但愿别变成举行投降仪式的兵 秦国大军已经来到了泛南城下 晋秦两军掐住咱们郑国喉咙了 真好 朱大夫 寡人的话你怎么不听啊 倘若能说服秦军退兵 晋军也就不战自退了 什么 这样的人怎么 老大夫 国君要为你重任啊 重任 我年轻气盛的时候 都没有为你重任 如今年老历衰 把这重任给我 除非他的眼睛不好使 没看见我这黄土墨顶的样子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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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国君不忘之恩 小陈 能在这临死之前喝上这样美的酒 好 谢谢 好 老大夫请留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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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没有重任老大夫 实为寡人之功 国君严重了 小陈 平庸不肯重任 也罢 连主这样的老人都羞丑旁观 寡人只好自负前往秦军营地 你 谢罪成臣 就是 来人 你 别 别 送客 老大夫 请您念你国家的安危 挺身而出吧 啊 你 老臣 今夜去了秦军营寨 恐怕就永远回不来了 老大夫 你 你去 给老大夫宽衣 醒酒 好好伺候他一回 啊 他今晚上 就要杀不入了 将军 你看 哎 当心 别把他射死 是 啊 外臣主 外贱国聚 怎么怕你这么人打探叙事 那郑国就没有人了 不要打探 秦军凶武 势不可挡 哦 哦 那么是郑伯 派你来求降的了 郑国灭亡 乃旦夕之事 那你来干什么 李国国军 派外臣 劝说贵国 退兵 朱老大夫啊 郑伯治国无方 举足失措 才酿成了今天这样的结局 你又何必 在他即将被俘虏的时刻 来办这种异象天开的事呢 啊 寡人念你年迈 全且放了你 回去也行 逃跑也行 至于 秦国的厉害 自有寡人筹划 不让你承心了 走 切国军宽恕 让外臣把话讲完 以不往贵城求见的辛苦 慢着快讲 讲门快走 正在晋国之洞 秦在晋国之西 贵国纵然从晋国一到灭了正国 将来吞掉正国江山的是晋国 而不是秦国 魔不明白的是 秦国千里灰狮 在这深清半夜的 在城外的营寨里 到底是为谁兴 为谁奔忙 你敢敢在寡人面前 你见秦境之好 秦境之好 国君恐怕 倒是终生难忘 晋国三代君主 对你的加害 对 齐作国君秦伯退兵了 什么 可我会如此对心提 何止如此 秦国临走 还派齐子冯孙杨孙三将 替郑国 替郑国把守北门 这么说 郑国已经完全投靠了秦国 国君 咱们出兵去打秦国吧 不 不 没有秦伯的方程 我从而 至今还在流亡的路上 就算国君不去理秦国 那郑国呢 就这么放弃了吗 下令围城军队 蒙公正国 逼他们大于一个条件后再扯 什么条件 让他们理公子兰为太子 公子兰一直住在晋国 只要他能击备我 郑国迟早还要挺我们的 郑国 崇尔感谢你 在八年前 将不足周天子的重任脚付给我 我 感谢你这些年来 所有的帮助 弟 来日我多了 就请行在遥远的西外 继续做 东京之梦吧 公元前六百二十八年 七十岁的晋文公崇尔 在主政九年后病死 这给秦穆公东进中原的霸主之梦 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恰巧此时 替郑国把守北门的秦军将领齐子 也给秦穆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 秦穆公子兰 将公子兰送到郑国当了郑国的新军 公子兰这家伙长期生活在晋国 由于江洋最后 比较遥远的 秦穆公子兰 郑国北门要是在我手中 城中商有兵车摆称 只要大军一到 我把城门打开 郑国就成了国军的囊中之物了 好啊 其子 你赶快赶回郑国 守住城门 寡人随后就派兵偷袭郑国 是 寡人 寡人曾报你天道 为何如此厚景而薄秦 他重儿在位仅九年就成八业 而寡人 欧心力絮 苦心经营了三十二天啊 三十二天啊 这事可好了 怎么 二位老臣应该为寡人高兴才是啊 臣都带今言 哦 请讲 袭击郑国 实为不妥 对呀 又何不妥呀 哎 崇封人已死 举国上下正在料理丧事 哪里有功夫和寡人争夺 我说 我请国君想想两年前郑国大夫朗珠 不妥 华 秦去郑国有千里之遥 好 纵使战胜正国 又能得到什么呢 臣也请国君明鉴 讲 三十二年了 国君的威望 如旭日出生 蒸蒸日上 万万不可毁于的一旦过去 二位老臣一天到晚的平定西容 平定西容的劝我 难道 寡人家不能活着 赶紧承拔中原的胜利了吗 几天保佑秦国 马道成功 保佑秦国 马道成功 保佑秦国 马道成功 抗交战状态 秦进之好的面纱 就此烟消云散了 陈梦明氏等 指迁为氏 铭记国君重托 战而胜之 不如君命 大伙儿将军 保佑秦国 父亲 父亲 白衣兵啊 父亲 习气愁啊 父亲 这是为何,您这是为何 我只能看到你们大军出发 再也看不见你们回来了 父亲 出师当义极艳祝福 为何取咒 老臣,岂甘俱咒 我是哭自己的儿子 我哭他们再也看不见他们回不来了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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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臣 祈求赐罪 或杀戮或流放 你有何罪 我儿孟明氏,华帅伐政 早晚必败 既是不战死 回来也必为节下之囚 老臣,老臣不愿意看到这种情节 我儿孟明氏 孟明氏必将踏平心政,以大获全胜报答军恩 孟明氏 白衣兵七七叔 率精兵三千 车三百胜日夜兼程 以迅雷之势 袭击正国 直到齐国都新政 是 使得为令 白衣兵啊 小山是必经之路 南北两山加持一线天 过小山之前 打开瓷茧 妾妾记住啊 终军而死去吧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父亲放心 儿臣定当 看宣言会 别说大话了 世上最痛苦的 莫过于明白人 眼睁睁看着糊涂人干蠢事 而无能为力了 看来我父亲也好 你父亲也好 是真的老了 这不 小山跟踏心交友似的就过了 是啊 咱们一口气几十天的急行军 这就要到周天的成州城了 按照周礼 我等都要免咒下车才是 真麻烦 免咒下车 怎么能兵贵神速呢 快走 兵不结束 三位年轻的将领 率领秦军 勇闯萧山 途经晋国而不戒道 途经周氏王都洛邑 也不下车致力 要武扬威 直奔镇国而来 到达华国境内 什么人 人是镇国的使者贤刚 帝国新军 听说贵军派兵前来 特派我为使者 先来一步 在此慰劳各位啊 齐平将军 是几张牛皮 不止不止 还有身后这十二头牛呢 你是镇国使者 正是 可有镇国国书 毕国新军 身至重将神速 命我火速起来迎后 为其修逆国书 另有两班使者 分别在毕国国界 毕都城外迎接贵军 毕国国军 倒是想得满周到嘛 毕国新军 还让我转告将军 虽然毕国物产不算丰富 但只要你们在毕国驻扎一天 便提供一天的吉养 贵军若要开法 毕国还将为贵军安排夜的守卫啊 既然正国新军如此后代 大军就地安营 先来享受享受这十二头牛 吃饱了喝足了 明日再死败不迟 将军所言极是 怎么不吃呢 不是都说正国的牛肉 肥而不腻 受而不柴吗 我心里不知怎么的 总有些不踏实 是啊 这地方就和沾板一样 正国和晋国的军队 随时都有可能杀进来 把咱们给做成肉饼 凤鸣是将军 将军 请 棋子 你怎么上这儿来的 你派去正国的人 还没有进入正国 就被我撞上了 啊 不是让你们守住正国的北门 等着我们里应外合吗 正国已经知道你要来 把我们也给赶出来了 北门的清军啊 也给解散了 哎呀 哎呀 在你们来的路上 是不是碰到一个犯牛的 犯牛的 犯牛的 犯牛的倒是没有碰上 不过 有一个叫玄高的正国人 玄高 就是犯牛的 你们来的消息 就是他派人回去 告诉正国国君的 我说他为什么把牛都送给咱们呢 原来是为了让咱们留在这里 他好腾出时间 回去报信 那咱们还不快走 万一让靖国知道了 堵住咱们回去的路 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快走吧 啊 啊 十,十一,十二,十二棟牛啊,都给吃了果了。 郭君,你陪我的牛吧,他们可是为战国而死的呀。 你陪我的牛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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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个人的你又。陪我的牛吧.陪我的牛吧。陪我的牛 厨吧!陪我拍kę,然后便过調鸟。陪我的牛ßen。陪你的牛车。陪我的牛车。 lorsque它被冤了。 真是奇怪 来时并不费劲 回去竟如此艰难 赶快拿出你父亲的秘简 其中必有过萧山的妙计 萧山险地 警方埋伏 首尔海骨 记在子弟 晦气 扔掉自重 青庄简丛 急行而过 扔掉自重 青庄简丛 急行而过 孟明氏 你抬头看一看 还认识我赵崔吗 杀出小杀 夺化生物 一切都凝结在死寂之中 听不见了 秦木工急切如火的豪言 听不见了 简术 简术苍凉悲哀的哭声 听不见了 白丽西 透彻 动明的预言 听不见了 只有那不忍看 但必须看的悲惨现实 败在了秦木工的面前 加拿到 比较大 相抵 欧 商务 转 找 转 转 转 中文字幕——YK 陈代理系终生感谢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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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代理系终生感谢国 陈代理系终生感谢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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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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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险峻 请甭买一误 这 这是三年前第一次出征时 简书留给我们 简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丹的秦军士兵们 如果你们现在还能听见我的话 寡人 真想说一句道歉的话 小山之败 罪败 寡人 我是有罪的人 面对秦军将士雷雷白骨 秦母宫幻然回顾 最终采纳了白礼锡 简叔的向西战略 史称 一国二十 开帝千里 碎霸西荣 虽然他未能像齐桓公一样 九和诸侯 一框天下 也未能像晋文公一样 剑土惠盟 亲授到天子的侧封 但秦国在他的治理下 迅速上升为春秋时代 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而秦母宫本人 也成为后世一致公认的 一代霸主 晋陵宫以强保之身 继承了霸主之尊的晋国军卫 从小到大 晋国的国事 一直由相国赵顿带领 这层特殊的军臣关系 成了晋陵宫享乐荒淫的巨大障碍 同时也成了赵顿侄儿赵川 士军的内在动因 古老的礼法轮场 遭到无情的挑战 太史董胡为此写下了 赵顿士军的千秋一笔 这一笔为后世 留下了难以言语的神秘和楷探 更为晋国的未来 预浮下充满杀气的血泪传奇 晋文公之后 他的儿子晋香公在位七年便死了 太子宜高当时还不到七岁 晋国国政由上卿赵顿设立 日月如梭 宜高长大成人了 他就是晋林宫 他就是晋林宫 他就是晋聪明的 这国君贵体乃千圣之尊 怎么 你也来管我 有一个赵顿就够让人烦的了 赵顿不知好歹 臣可不敢有 谁还来 国君之强壮体魄乃靖国之大幸也 既然他们无能 国君可否改为张公大胆 张公大胆早就玩你了 臣另有新招可供国君一乐 父亲 今后在桃园张公大胆 算了 由他去吧 他就喜欢打鸟 不是打鸟 是打人 什么 一定又是图案谷出的坏主意 不是 他就来 看他 又打着了 又输了 来 喝下去一句 别跑啊 来来来 快 给我打 给我打 这回啊 我要打那个人的耳朵 看他 跑 赵大叔 先军的霸业 不能毁在你的手里 我说 不能玩 这太危险 可国君他不听啊 我说 熊长怎么还不上来 快点 快了 厨子也跟我别扭 没错 说不定是赵顿派来的 郭君 熊长来了 这肉好像不熟啊 不熟 熊长 向罗 光天化日 竟敢偷盗宫中财宝 相公 瞧你说到哪去了 我们是奉着国君之命 笼子里是什么东西 怎么回事 相公 我们不敢说 我们不敢说 再说一个 讲讲讲 楚国有一个人 天生的就怕女人 特别是怕光着身子的女人 好 我也爱 你 道道不道 对啊 哎呀错了 来来来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内侍抬着一个竹笼 里面放着一个人的尸首 已被砍成了几段了 是那个不听话的厨子吧 对 国君 赵大夫不必说了 寡人已经非常的后悔了 国君 赵大夫 我改 我改 国君如知过能改 乃设计之福 是的 是的 赵大夫 回府去吧 啊 哦 赵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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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我第一夜 entertaining 桃园觐见 国军倒是理会了 某 难道 共众安静 桃园未必安静 桃园 又怎么了 又改新招了 什么 国军 最近在桃园又招了一大批美女 天天在玩一种叫做什么 肉屏风的把戏 张叔 你陪韩将军喝酒 我去去就来 父亲 切勿动 背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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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未曾召见 相国为何至此啊 国军如此举动 哪像改过的人 微臣今日不得不说了 难道寡人又有过错 我 敢问国军 肉屏风 为何物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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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寡人 今日游乐 下午为例 呃 呃 呃 相国境见 確实好意啊 不过 相国拦住园门 不让国军入园 在旁人看来 会误解相国之好心啊 以图安谷之见 明日早朝 再请相国来与国君共商国事如何 是的 是的 明日早朝在一起共商国事 那好 臣下与明日在朝朝上再拜见国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可惜了这满园的桃李芬芳 国君还是及时行乐吧 这是最后一次了 自古以来只有臣受制于君 那听说有君受制于臣 有赵顿在 我就没有快乐日子 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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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顿是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啊 他都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还不死 国君 国君 不要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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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何难 这又何难 而专心父亲如此刚直 迟早抄来杀身之祸 我实在不忍看见 县君文工所创下的霸业 就这么毁于一旦 可有人说 父亲的威猛 如夏天的独日的 火辣辣 臣客之人 不用猛药 难以治愈 但愿天下人 能知道我 赵顿的苦心 父亲 天快亮了 哦 你去休息吧 等一会儿我就该上朝了 是 什么人 刺客 下个不必请忘 我不命前来行刺 但见向国言谈举止是个忠臣 所以不忍加喊 不过 我走后 恐怕还有后来一句 但请向国严加提防 白灯 谁支持你来的 向国不必多问 赵大夫 向国在哪儿 向国 韩将军 并报向国 刚才寻臣 在贵府门外大怀树下 发现一具尸首 头撞大树而死 一定是那个蒙面人 对 向国怎知 是个蒙面人 你怎么能够肯定 他撞死之前 什么都没说呢 过一会儿 大臣们上朝 要是赵顿率众在朝堂上闹起来 那可怎么办呢 你去 就说寡人今日身有不适 不上朝了 国君 国君 不要着急 臣还有一招呢 常言说 人能耕治 狗不会变心呢 国君今日只传上兴赵顿进攻 众等可谢恩离去 既然今天只传我一人 你可回去 先到我家 告诉赵树一声 让他多少有些准备 让他把房前屋后都检查一下 防止今天再来刺客 我该上朝了 相公 还是不去为好 不 一定要去 恐怕有变 国君传我早朝 我若不去 更是无礼 至于有变无变 生死有命 顾不了许多了 拜见国君 走 国君传赵顿 不是早朝议政 官人赖相国直言劝谏 才有今日举国生平气象 相国公盖天地 敬几杯薄酒 还是应该的 谢国君 请 够了 国君赐酒 已过三巡 相国理应谢恩 岂能堪碑 相国是海量 尚未尽兴 相国 要是不喝 就小看我图案谷啊 我本来就小看你 相国 相国 我图案谷怎么你 相国不可侍耐 相红 尚未尚 尚未尽 加 小 锐 lost 你 200 我們 写